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以为Hospitality界的 算是Celebrity了 Emily 欢迎Emily 她是Founder of Bala Project 最近开始一个新的项目叫做Ghost Bar 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聊一下 For those who don't know Emily 她是今年Forbes 30 under 30 也是East Eater 她的Bala Project也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所以今天我们也很高兴可以让她来跟我们讲一讲 她这一路上碰到的问题 她是怎么度过的这些难关 和包括去年在Covid的时候 肯定有非常多的困难了 她是怎么度过的 好 那我们一开始的话先请Emily 简单的讲一下自己的背景好 你在中国出生的对吗 对 我是唐轩人 后来高中的时候搬到北京 全家搬到北京 我是高中毕业之后来美国读的大学 我的大学就是美国餐饮学院 然后我读的就是餐饮管理 餐饮艺术管理专业 也就是2010年来到了美国 到目前已经刚刚过了我十周年 在美国的纪念日 后来来到美国之后 就是一直在美国餐饮学院 就读毕业了之后 在餐饮行业工作 然后其中也包括在清城 清国他们就是也是比较 renewable的就是比较 知名的中餐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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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14年底 我离开了清国 然后和我的朋友一起 创建了MARA Project 所以Sounds like to me 你好像从很小的时候 就很这个很commit 很非常的determined 想要入这个行 是为什么呢 嗯 没有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 因为小时候比较胖 然后就是家里人做饭都很好吃 然后呢 从小就觉得自己要当美食家 但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 把这个梦想给忘了 在选大学的时候 选专业的时候 嗯 因为爸妈的原因嘛 他们就比较希望我从事传媒行业 所以我当时就是在考虑 选传媒行业的相关专业的时候 然后就是一直在找箱对应的大学啊 然后选专业 嗯 可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上师国际高中 就是中考没考好 我派包了送到国际高中 后来就是客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然后我就开始和一个新西兰 刚从新西兰回来的中国的pastry chef 一起学烘焙 然后他做的东西是我从来没有吃过 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然后我一直不知道西兰 就是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因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西兰 其实不管是口感啊 味道啊什么的 都是跟西方的甜点 其实很不一样的 嗯 所以就是 反倒当时在做上高中的时候 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周末 嗯 等到周末的时候 去跟他一起去学烘焙 后来我就是觉得有一天 就是当时在选专业了吗 高二的时候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 我看看美国有没有什么餐饮的大学 因为咱们中国是没有餐 就是餐饮大学的嘛 嗯 结果没想到还真的有 就是有两个 当时找到两个学校 一个是CIA 就是美国餐饮学院 然后另外一个是Johnson & Wales 所以我就索心那么一热 就是申请了这两个学校 那你在CIA的时候 那你在CIA的时候 有有特别的一个专业吗 是餐饮管理这个部分 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专业 CIA只有两个专业 一个是烘焙专业 就是厨子 然后另外一个是Pay Street专业 就是烘焙 所以一个是做咸的 一个是做甜的 基本上 所以这个我还是 你还不太知道 我以为是比如说有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前面 前面的房子 然后有前面的房子 所以我以为你说两个的时候 是会有人教你怎么管理 有人教你怎么煮饭或烘焙 对 它其实是CIA 它提供了两个学位吧 相当于一个是Associate 那Associate的话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专的学位 那在那个学位里面 就是全都是back of house 然后如果你要选择是 学士学位bachelor degree的话 就是在最后一年 它会专注在管理和management 还有一些front of house上面的 就是培养 对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这个15年的时候吧 应该是15年的冬天的时候 嗯 正式开业的嘛 对 对 嗯 麻辣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 刚开始就是一去就会 first impression 就是很不一样 它有retro 对吧 它有这个 90年代的复古 它有这个 给我一种浪漫的感觉 它也有 但是也很亲和 so 你为什么选择了一个 90年代 那个年代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选了这个设计 嗯 我觉得首先我自己是90后 所以我就是 比较 对那个年代会有很强的 呃 怀念的感觉吧 然后第二 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 特别喜欢 旧东西的人 嗯 我不管是买家具 买衣服 我都喜欢去跳蚕市场 淘旧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所以当时在 就是设计麻辣计划的时候 就是特别想把 那种 90年代的感觉 给带回来 然后当时 包括在选歌单的时候 就是会选那些 嗯 比较就是 老的歌单 versus 就流行歌曲啊 就是也是 因为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 老的东西很香 然后 老的家具 就是觉得很有 很有味道 有它自己不一样的味道 对 然后 嗯 可能也是因为当时 这个 嗯 可能也有时候 当时 美国就是跳蚕市场 这个文化 它的 宣逃吧 所以就是 但是觉得需要 就是想把复古的元素 给加到这个 产品里面 我记得这个 就是 有两个东西吧 就是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第一个呢 就是 我小时候 在中国才会看到那种 铁湖 就是 倒水的铁湖 那个 宝奔湖 对吧 然后上面有红色的 上面还有玫瑰花 另外一个呢 就是 一面大墙上面写着 好好学习 天天想上 嗯 哇 就是 没有办法想象 会在 纽约东村这样的地方 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设计 所以我非常感到 我去每一个新的地方 新的国家 或者新的城市 我都会去 想看一下 那个地方的 古董店 看一下那个地方的 其实历史啊 然后看看 有没有一些好的宝贝 所以 我完全明白 你 我认为 很多人 包括我 可能有些时候 都会 到目前为止吧 可能都会有一个梦想 就是 一天 我们想要有一个 有一个餐厅 或者是一个酒吧 I think it's 很多人 都想要这么做 但是我 我也想帮大家问一下 因为这个 餐饮也是一个竞争 非常激烈的行业 在纽约的话呢 这个如果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好像数据说 有超过 两万五千家以上的 餐饮 就是餐厅在 在纽约 在这么样一个 算是这个 白恶化竞争的环境下 麻辣是怎么样 可以生存 从一五年到现在 包括呢 因为很多人 在COVID的时候 甚至 官业啊等等 那你反而没有 没有这个官业 没有退缩 你还推出了 新的产品 Ghostbar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的秘密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 麻辣计划是一个 非常幸运的存在 这个 no doubt about it 就是如果 今年 如果现在 让我再去 开麻辣计划的话 我首先 没打开 然后第二 我也不觉得它会想 取得当年一样的成功 所以它当时是一个 非常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的存在吧 纽约当时的 生活环境 就是对这种 中国文化 包括亚洲文化 还有餐饮文化 特别 welcoming 然后特别open 而且大家的 味觉 palette 他们都 准备好了 然后 刚好 嗯 麻辣计划开了 所以有很多 很多 包括很多美国人 他们已经 去过中国 就是去那边 嗯 旅游过 留学过 或者工作 生活过 他们知道 有一些背景 所以 嗯 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就借着这股风 然后就起来了 嗯 所以我 我不想 怎么说呢 我 我觉得必须要 直视这一点 就是当时是有很多 信任的元素存在 然后 嗯 但是 经过这么 长时间以来吧 我觉得 嗯 当然 还有 麻辣计划团队 就包括我的 partner 和我 还有我们的 员工 也好 就是我们团队 大家都是非常 努力还有我们 就是Chef 我们老大 就大家都是 都特别努力 然后所有人 就是感觉就是 目标都还蛮一致的 就是说 就想把麻辣做好 然后 也没有 没有特别多 杂念吧 感觉 嗯 所以 就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就感觉 我们做的所有的决定 都是 出于这个 就是把 把店做好 然后 让国家开心 这么一个 初衷 嗯 COVID 一年 那也是 怎么说呢 就是去年一年 做的很多决定 也是 就是 就是我 我和自己团队没有想太多 就是觉得 OK 现在 整个世界停滞 然后 纽约关城 那我们能做什么 也不能在家呆着 因为 身为餐饮人 你是呆不住的 你坐不住 你在家憋也憋不住 所以那就肯定要做点什么 那做 做什么呢 所以就是 OK 首先你要have fun 你要自己 enjoy what you're doing 然后 第二的话 take a profit 所以就是 感觉把所有东西 凑在一起 然后大家 把主意放在一起 之后 就觉得 OK 就有些东西 就这样而然产生了 然后就是 我觉得我们当时 做GoSpot 也是因为 一帮参与人 自己憋在家里 然后又没有 没有酒喝 所以就是 这样而然的 就是想到 GoSpot 好 好 你刚刚说到这个 就是 如果你现在 在做这个选择的话 你可能 不会再选择做麻辣 I thought that was very interesting 这个 让我想起了 Danny Meyer 说的一句话 就是他27岁的时候 做Union Square Cafe 他也是 什么都不懂 没做过 然后呢 他就是特别想做这件事情 You know 就痒痒的 And then he did it He went and he did it 对吧 然后他今天是 You know 旗下有 Shake Shack 那么多的餐厅 对吧 So 包括我们自己 JLG也是一样 如果一切都想好了 可能就不会有JLG 所以很多时候 I think you just gotta Just do it Trust yourself 很多时候有人说 就好像 You jump off a cliff 从山上跳下去 然后呢 在 在落地的 在空中的这个时候 You try to save yourself Right So I definitely get it You know 麻辣 其实 对 对于我来讲 As a consumer 它跟别的中餐厅 有些不太一样 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 在美国 你会想起一个中餐厅 你会想到那些菜 对吧 我不知道麻辣 是不是这个 第一个带领 这个Trend 这个Trend 但我至少是 我觉得麻辣是一个 Caring 这个Trend 就是 麻辣可以 可以是 Authentic 可以非常正宗 By the same time 它也可以非常的酷 它也可以fun 它也可以这个 怀旧 Right 你 这几年 做麻辣计划的 这几年 有没有人 或者有没有 博客跟你complain过 说 这不是真正的中餐 没有 Combau chicken I don't like this I don't like this Yewan Yewan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Yewan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我就 我就不管它 我们有很多Yup review 会说 不是 餐厅里没有一个人说中文 因为当时我们也是pre-covid 当时的确有很多 local server 然后 他们就是 有些客人会complain 说 没有人说中文 就是一看就不正宗 然后 但是 这个对我来说 对我造成 零影响吧 基本上 因为我们之所以选择 local 就是因为我们想把中文 带给当地人 我们需要说中文 说英文的人 去把我们的中餐 介绍给当地的美国人 说 就是 Chinese speaker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 我觉得 所以 我们也 就是怎么说呢 所以我们当时做这些决定 也是有原因的吧 还有 很多 平时经常会接到电话 说 那个 你有没有机器 然后 我们说 We don't have chicken wing 然后他说 New mill beef broccoli We don't have beef from broccoli 然后我们的server 会说 你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菜单 然后他说 你连 beef broccoli都没有 你是不是 Chinese 就是经常会有这种 conversation 就是 习惯了就好 你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吧 我记得你这个应该是14年的时候 开始在找店 找第一家这个店面的时候 嗯 大冬天 然后这个 嗯 You know block by by block 想要找到 就是特别合适 麻辣的 这个 一个店面 对吧 嗯 嗯 这么多年过去了 然后 COVID也过去了 对吧 如果 如果 嗯 如果今天 要比如说 颁发一个 呃 成就奖给你 要颁发一个 you know 这个 you know 30 you know 30 under 30 right which you were nominated for 你会 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嗯 我的合伙人和我的员工 嗯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them 嗯 就是对我合伙人来说的话 他们当时是跟我一起 就我们当时都很小 然后都是年轻气盛 而且我记得当时是我合伙人 他们 呃 他们的决定说 哎 咱们去开个餐厅 然后是他们来找到我说 咱们一起去开个餐厅 后来也是他们 说决定要选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址 因为我当时是很 就是比较保守 然后我是想看 我开一个非常小的就是卖卖店 后来跟大家在一起聊了之后 他们说 没有开就太大的 所以我们想的现在这家店 就我想如果当时真的是 就如果没有他们然后没有找到现在这家店 包括 或者 嗯 艾萌 他就是找到我们现在的chef 我们的老大 就是 也是 就肯定不会有马来今天 然后包括我现在的员工 他们都跟了我就是五年了 嗯 所以现在也变成我就是最好朋友之一 就觉得 就很感激他们 对 我相信他们也很感激你 哈哈哈 是很不容易的 要考虑到 考虑到你的同事们 对吧 考虑到他的未来 说到未来 你现在是这个 30 under 30 obviously 你的未来的路还很长 那对于你来讲 You know what's the dream? 嗯 嗯 哈哈哈 我 我 我不知道 我自己这个人会比较 野心比较大 所以我每次觉得 说出来就会觉得很作 然后 没有了就是 怎么说呢 你既然要 既然是梦嘛 你可能要梦想的大 对不对 我还是想说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天 把麻辣计划 带到全美国 嗯 嗯 我肯定是想要这个 然后我也会就是 朝这个方向努力嘛 嗯 嗯 包括 其他的concept 也可以啊 就是也不一定非要是 麻辣计划 就是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 你首先你要 have fun 然后第二 嗯 我就是觉得 你不管怎么样 你要把你自己 influence 尽量扩大到最大吧 你能力所在的最大 然后不管这个 是通过开心店也好 还是说通过 呃 什么其他方式也好 做分 呃做一个慈善也好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 嗯 我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 就是麻辣的理念 然后包括我们所就是 推崇的一些信念 带到更多人身上 嗯 对 you know 这个 经历过这次covid之后 那个 拿这个星巴克举 举个例子 starbucks 嗯 you know starbucks从去年 嗯 covid开始 它股票是一直狂涨 就是反正一直在涨 那原因呢 是因为很多投资人觉得 you know starbucks他们有 有这个有资金 有infrastructure 有 有这个 管理 对吧 那很多的小店 咖啡店啊等等 covid的时候就撑不下去 可能就关掉 so they become so starbucks became a more dominant player 嗯 这个 嗯 那你觉得 从我 从你刚刚的这个 介绍里面哈 就是你觉得 嗯 餐饮也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现象吗 你还believe in retail 嗯 当然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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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是 嗯 吃是就是 人基本需求嘛 所以就餐厅的话 餐饮也好 不管是 就包括咖啡也好 然后 酒 嗯 这个都是人 现在的人的必需品吧 所以它既然是必需品 它就有空间给 small business retail 和larger corporation 嗯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供存的 而且我也比较乐观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 怎么说呢 很多 retail 它 retail有它自己可以做的 事 然后large corporation 做不了的事 就是小 small business 它可以更creative 然后它可以 自己 它可能 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东西 然后它可以去尝试其他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 群众它对small business 有种情节 然后他们就会不自觉的去支持他们 如果 if you're a good business 然后larger corporation 我也觉得 就不管像starbucks 包括现在的mcdonalds 他们都很innovative 他们都在创新 然后也是在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就是做一些对世界更好的事情 然后 所以我觉得ok 大家可能也是对large corporation 大家可能会有第一 但是 不一定 就是你知道吧 也许可能过了三五年之后 他们也是会促进这个正向发展的 就是包括对于环境来说 包括对于人的健康来说 他们都很注重 他们都很注重这个 有些人说chipola chipola他们最powerful的 不是他们简单的manu 也不是他们的价钱比较低 而是他们点餐系统 他们的app 所以是特别的powerful so 刚刚在说这个时候呢 让我想起 Danny Myers 在他的书send the table里面 说了一句话 which我也想问你 就是呢 Danny Myers说这个 不管是做餐饮还是菜谱 他其实就像做music一样 做音乐一样 他的notes就那么多 但是呢 秘密就在于说 你怎么样把这些notes 拼在一起 让它成为一个 别人没有感受过 或听到过的东西 那对于麻辣来讲 你们的这个秘密的组合 让麻辣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 因为这个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有些东西在变嘛 像是这个 这些notes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 一个餐厅里面的elements 无非也就是几道菜 然后服务 包括环境音乐 这些东西 它 这些分类是不变的 但是 人的品位在变 就经过这次COVID 来说 我就发现 我们之前的 很多elements 已经outdated 就是包括我们墙上的 墙上的 墙上的mural 啊 也好好学习天线上的 然后这个 已经几年前就换了 包括我们的 邓黎君的歌啊 或者怎么样 这些东西已经 大家已经被educated 然后他们已经知道了 所以现在就已经 有点感觉过时了 所以当然我们 在这些notes 就是在抓住这些notes的同时 你一定要跟这个community 和你的neighborhood 一定要一起进步吧 我感觉 因为现在你的audience 他已经知道你在做什么了 然后那你怎么能就是 keep them excited 然后你怎么能给他们 带来新的知识 和新的就是他们 没有过的提案 然后继续给他们惊喜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 在经历一些makeover 然后我们也是会有一些小小的concept 上转变啊 就是觉得 因为毕竟一个餐厅的寿命 可能是十年 那如果你在 因为你房租就十年嘛 那你这十年里 你怎么能确保 一直给人不断经济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yeah well thank you 我觉得今天 听到了很多可能 平时我们在 在交流的时候 这个 比较少听到的一些 包括你怎么突破COVID 包括你的一些 你的dream 这个 最后我想问你一下 你觉得今天 就是走到今天 今天麻辣的 麻辣计划的成功 你觉得有多少是 来自于努力 多少来自于是你的幸福 嗯 嗯 我觉得 百分之 我觉得百分之四十九的幸运 百分之五十一的努力 当然这个努力不是 就百分之五十一的可能有我的努力 然后包括我们团队的努力 嗯 嗯 但基本上是一般一般 OK 嗯 好 今天 thank you again Emily 知道你的是一个 时间很宝贵 平时很忙 谢谢你今天来做客 我们今天 Everybody that's Emily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谢谢